和小鱼去超市的时候,看到有新鲜的栗子,顺手买了两斤,想着自己在家试试糖炒栗子。 其实,有些事情总是要不断地去尝试,不然怎么知道行不行呢? 以前有个总认为糖炒栗子是件很简单的事情,不就是炒个栗子吗? 炒呗,事实证明,有些事情不像是我们想象的那样。 比如,我的糖炒栗子,三个人吃了两个人的嘴里长泡泡了, 吃了最多的小鱼同学,口腔溃疡一个星期,虽然不能说一定是吃我炒的栗子, 但是人家却实在吃了栗子后才口腔溃疡的,还一度被医生诊断为囊重,差点要手术。 哈哈哈哈,但是,我还是想要前摆一下,这毕竟是我的第一次糖炒栗子, 毕竟我吃的是没有上过的。 哈哈哈哈,糖炒栗子的做法不重。 一,新鲜的栗子洗干净。 二,用刀在栗子上,挂一个长一厘米口子,把栗子划开就成绑。 三,四,然后把栗子泡在水里十分钟。 五,沥干水备用。 六,铁锅,放入和栗子等量的大颗栗盐。 七,趁着盐没热时,放上沥干水的栗子。 八,剩下的功夫就是炒上炒呀。 九,炒炒。 十,直到栗子们都开口了,栗子上都没有盐,光溜溜了。 十一,随后放入二大勺白糖一起炒。 十二,这个时候要好好炒,以免糖融化了沾菇。 十三,一直炒到大盐的颜色慢慢地变色,变得越来越深,栗子的颜色越来越漂亮了,颗粒盐不再黏糊了,就收工吧。 十四,收工了,瞧瞧我们,整个过程中火好开始是大火,然后是中火中小的火具体,自己把握把,太热了就把火关小点,使用的熟绪超过。